今天來說封面及西南封會持續的影響到整個台灣 幾乎來說全台天氣相對不穩定 尤其白天各地的降雨機率仍高 尤其在西半部 中南部及離島 都可能會出現一些局部的大雨 而且是逢大潮 所以要特別提醒中南部的民眾 得留意低洼地區淹水的狀況 另外在東半部的地方 雨勢上面來說會比較短暫零星 但是要告訴你 晚上的狀況可就不一樣了 會顛倒過來 也就是晚上開始封面會逐漸往北部來移動 所以南部地區的雨勢就會稍稍趨緩 但是中部以北就有雷雨 或是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要告訴你的是週一 短暫的 您看到這水氣減少了 會有一點點的降雨空倒 但是緊接著到了週二 您看到新的一波東北季風這個封面 又要來接近台灣 週三週四來說 整個台灣都會下雨 雨勢會下得非常明顯 整個台灣都可能會是降雨熱區 那麼在溫度方面呢 其實要告訴您的是 這幾天的溫度差別上面來說 不會是有很大幅度的差別 因為沒下雨的時候 體感上會比較偏暖熱 但是如果下雨過後 溫度當然也就會自然下早一點點 所以要提醒您下週出門 主要的還是要攜帶雨具